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电锤器应该如何去选择 怎么安装,怎么使用,才能够更加安全 电锤器分两种,第一种是极热型热水器 第二个是除水式热气 极热型热水器不带水箱,可以直接使用 但是大崔对它有一定的偏见,不建议大家去使用 因为极热型热水器现在生产厂家一般都是小厂家 并且它的功率比较高 输入要我们在改水电的时候换更粗的电线 功率高的同时它的寿命也在降低 并且它的比较废电 所以说一般不是特殊情况 不建议大家用这种极热型热水器 我们今天重点讲的就是这种水箱的热水器 这种带除水式的水箱式热水器 咱们选择的时候注意几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它的内胆 内胆分三类 就是一个是镀芯的 这种是比较廉价的 比如说用个三年五年它都要更换的 第二个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就是糖磁的 这种它那表面是磁的 就是性价比比较高 一般用八到十年是没有问题的 高级的是用不锈钢的 当然不锈钢的价位比较高了 电热水器在我们选择的时候 还有就是说它的容量问题 比如说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话 就可以选择八十升一百升的 相对三口之家四口之家选择六十升的 单身选择四十升五十升的 这是跟他们的除水量有关系的 还有就是说它是单加热棒的 还是双加热棒的 单加热棒的就是加热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双加热棒的它就是半胆加热 上下独立加热 这样比如说它能够烧水更快 能够及时用水 这有这些区别 在我们安装和使用的时候 大家注意几点 电热器一定要有接地 接地分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用的插座要接地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还有就是我们安装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连接我们热水器的水箱的一个接地 直接插到墙里面的这个要有 第二个我们卫生间 包括我们家里面电箱一定要有漏电保护器 并且这个漏电保护器一定是有效的 还有电热水器一定要注意 大家容易忽略的都是卸压阀 卸压阀的目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内胆出现了高压 这个它能够将水卸走 不会内胆爆破烫伤这种问题 卸压阀 大家看图片这种 我们定期去检查它 每个月都可以看一看 就是说它能够自然的流 就是说我们加热它的时候可能会有滴水 这是正常的 不加热的时候呢 我们往上提一下这个小华文 它能漏水 说明它是正常的 关于电热水器 大家呢 一定啊 就是说 如果说你担心安全问题 其实电热水器现在的技术也是比较成熟了 几千块钱的 比如说你用的是两千块钱跟三千块钱的 安全性能上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区别 如果说你还是担心 它有触电的一个风险的话 建议你呢 就是这个插座的位置 你买一个带快关的啊 加热完之后呢 把它断电啊 这样呢 安全性肯定是有更高的一个提升 呃 最后呢 就是说 如果说你价位上的一个选择 高于两千块钱的 像在比较好的一个品牌呢 比如说 AO史密斯的啊 低于两千块钱的呢 比如说你像海尔啊 美帝啊 这些呢 都是比较好的一些品牌 好了 今天呢 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我是阿崔 关注装修每个细节 下期视频 这些表现的 Mole masculine 乖 嘛 感谢观看